遇上所說 非理一心二何 這裏講出真的是理一心 廉詞大師為觀經之智心 即理一心 觀無量授經道講的智心 自身 念阿彌陀佛一性 理一心 該臨終 親見肉火 乃生實信 故能 遁聲萬元 為提音念 遁聲 萬元 就是徹底放下 為何放下 祂臨命終時 見到地獄 祂不經不報 祂立刻回頭 阿彌陀佛 求生靜土 祂為提音念 念念來念 念念是心 念念契真 念念是佛 這就是理一心 念念來念 就是無註生心 這個離 就是無註 這些就是無註生心 這就是 自己念阿彌陀佛的佛號裡 各位要記住 念那句佛號裏 無妄想、無暫念、無分別、無執著 尼念就是尼這四種念頭 妄想、暫念、分別、執著 無 念念尼念 於是怎樣呢? 念念是心 念念都是 心就是自性 念念是真 真就是真語 所以念念是佛 如是臨終慎念 契離一心 故當滅罪往生 那個人往生到紀錄世界 無量劫之前 一直到現在所做的業 無論善業、岸業 通通無量 那個人往生到紀錄世界 他肯定是 生十部莊嚴土 為何? 為何? 利一心 又何謂自心? 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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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經道說的 無量受經 忍十公之餘 十公是高摩羅十大師 高摩羅十大師 在這裏講了個比喻 譬如有人 直於惡賊 直來欲殺 其人勤走 到何求免 人在路上遇到強盜 那個強盜要搶劫他 還要殺人 這個人快點走 走到河邊 走到河邊 就想到河那邊去 那個賊 就追不上了 於是 但念到河方便 那個時候 他的心尊一了 為什麼? 他只求 用什麼方法 過河 那邊強盜在這裏追 這邊在這裏走 一邊想 他只有一念 他沒有遞念 當念到河 即是一念 這個比喻 此等十念 行者 不雜如念 行者 亦以 若念佛名 若念佛相等 若念佛相等 無間念佛 乃至十念 如是至心 命為十念 行者 修行人 念佛人 就和那個比喻一樣 後面有人追殺過來 你現在怎樣好 你現在走到河邊 還有另一個念頭嗎 沒有了 就一念 怎麼能過去 強盜追到河邊 既然你已經過了對岸 你才能脫險 所以修行人在這個時候 遇到 地獄上現前 羅燦惡鬼現前 若念佛名 這就是慈命念佛 念 南無阿彌陀佛名號 若念佛相 佛相是官上 所以我們供佛像 供一尊 我們現在供的那尊佛像 是我們最初學佛的時候 趙曼彬佛居士 他從中國大陸 帶了尊佛像去台灣 沒有適當地方供養 我們成立圖書館 他很高興 送去我們那裏供養 那尊佛是遲的 不是欲的 做得非常好 非常莊嚴 令人見到生歡喜心 所以我們用相機 拍照 把照片放大了 越放大越莊嚴 所以現在 我們做大法會 都用過三張 時而時看 就看過轉 就拜過轉 我們臨命中時 阿彌陀佛來 就是那個相 我們好熟 天天念佛 天天拜佛 畢竟佛出現了 所以你一點懷疑都沒有 就是那尊佛的樣子來接人來 你就放心跟佛去了 這種是念佛上 這種是十六觀經裡的方法 前面十五種都是觀賞 最後第十六種是慈明 觀賞也可以 慈明也可以 乃至十念 如是至心 這種叫十念 十念是這個儀式 是為行人念佛 修行人念佛 如比 如中人之欲道何 好似前面比喻 有道賊 有道賊 見到你了 來拿你命 搶你的財物 你快點走 走到河邊 什麼念頭都沒有了 就一個念頭 快點過河 用什麼方法快點過河 所以武帝的念頭 這種叫自心 也叫專心 也叫一心 如是之念 這個一念 相續自十 即為十念 臨終能行 決定往生 臨命中 這句話說得非常肯定 臨命中的時候 我們如果能 提起正念 一念十念 絕對往生 乃至一念 見念法三昧寶王論 念佛三昧寶王論 這幾句話很重要 念心 神故 神就是武甲雜 故是堅固 亦得往生 亦得往生 就是一念 那個念心唇 念心非常強 就是一念 都能往生 一念都能往生 就算一念 都能往生 念佛三昧寶王論 寶王論道 說得好啊 神 所以我們平時要修的 神 孤 這兩個字很重要 現在 科學家 科學家跟我們做證明 念頭要純 念力要強 這個念頭 可以改變 物質環境 所以科學家提出 以心控物 科學將佛法證明 科學將佛法證明 為何 現在我們明白了 物質現象是從念頭 生出來的 不是真的 念頭滅了它便沒有了 有念便有生 無念便不生 有念都是妄心 無念是真心 物質現象 有生有滅 是妄心生的 阿納耶激 境界上 不生不滅 這是自性的上分 自性現象 雖然不生不滅 它亦不是真正存在 不生不滅 這道理要懂 這道理要懂 自性心中一念 不善 哪來的相 哪來的相 是哪來的相 是阿納耶變的 华言經道同我的講 為心所現為色所變 一點都沒錯 心是真心 理念就是真心 有念就是網心 所以無助生心 無助是真心 有助是網心 我們現在是 妄想分別執著一起出現 妄想起心動念是蒙明 分別是陳沙煩惱 執著是見師煩惱 六道輪迴是這樣 所以念佛法門暗合道妙 它明顯是真妙 考驗無生 非常巧妙的 你不知不覺 就入了無生的境界 無生就是無助 是故五逆十惡 這種是造作極重的罪孽 臨終念佛 乃之一念 亦得王神 真正不可思議 念佛為什麼 暗合道妙 巧妍無生 靜顯 彈給你 弹陀本願 不可思議 最後結貴 貴度安彌陀佛 四十八願 第十八願 彌陀願力不可施以 法藏菩薩五劫思維之果 即在於此 法藏菩薩五劫修行 五劫是時間 這麼長時間 考察思維選擇 成就紀錄世界 過得的 即在於此 四十八願 圓滿成就 五逆十岸臨終之際 地獄上現 縱火驅至 地獄是一片火海 只要是地獄都離不開火 亦就是親為所感的熱步 而能以清明故 頓離妄惑 入離一心 清明是緣 最重要的 你 就是放下了 放得快 地獄上現前 見到地獄 馬上把念頭識助 什麼念頭都沒有 一句佛號 這種 訓練 要日日做 造成習慣 到臨終地獄上現前 你才能相認 被地獄嚇到 這樣就糟了 恐怖現前 這樣就麻煩大了 地獄上現前 知道了 這樣就好像 賊追到我面前 要殺我了 阿彌陀佛 一句佛號 那個賊就退了 要快 我們現在 不用等臨終 等臨終是真的 一點把握都沒有 現在就做 現在我就放下 我就不執著 我就不分別 時時刻刻想到 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 世法是這樣 法法亦是這樣 沒有例外 所以 法上應寫 何況非法 法是八萬四千法門 我們通通寫了 我們就一句 阿彌陀佛 做真的 這樣才 絕對 得勝 才真有把握 你看 頓尼網說 網是什麼 它是假的 不是真的 迷惑 所做的善案意 都不是真的 你通通放下 入 離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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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見性 回歸到真心 不是網心 一入離一心 就轉 阿奈耶 阿奈耶 沒有了 阿奈耶沒有了 各位想想想 阿奈耶的葉集種子 亦無裏 我們無量劫造的葉 在哪裡 在阿奈耶的種子裡 好像儲藏室一樣 無量無邊 種子儲藏我們的善惡 集葉 集氣 在哪裡 現在一回歸 一回歸 一回歸至聖 入你一心 就是回歸至聖 立刻 轉白色 乘四字 阿奈耶 裡 集葉總之全無 是這樣的道理 你明白你 你就相信 你不明白你 你不相信 我們日日要學佛 日日要進步 日日要放下 日日要將這句佛號 祔 nature 發生意 那一下子中 atively 便來至最後 令人難信 不敢相信 他不敢相信也不要怪他 為什麼?他迷得太深了 無量記入到現在都迷話顛倒 都將第八色認為是自己真心 跟著第八色種子所含藏的雜氣 在六道裡頭流轉 苦不堪言 非常不容易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這個機會是一閃光就沒有了 你如果捉到了就入你一心 捉不到又搞輪迴 什麼叫捉到就在這一念 將萬元放下 那就是捉到了 萬元一放下就是你一心 你一心就是明心見性 見性成法 以啟你故 不是啟阿奈耶 它是啟自性 虛榮 總聚消滅 即生極樂 登山不退 生極樂世界十暴莊厭圖 若非方便中之究竟方便 願頓中之之 最極願頓 何能真此 這句話真話 如果不是方便之中的究竟方便 再沒有比它更方便的了 它方便到頂頭了 原頓中最極原頓 原是圓滿頓是頓超 細尊原頓大教裏頭 原到極處頓到極處 叫最極原頓 如果不是這樣 怎能到這種地步 動不到 凡夫一念成佛 這是從理上講的 今淨土泛門能令 惡易凡夫 惡做甚惡 惡做五惡 五惡是殺父 殺母 殺阿羅漢 出佛身血 破和合增 你五種罪孽 必定墮無間地獄 你看 城中之妙 能叫 十惡五惡的凡夫 暗契一心 你未提出來 你未提出來 他就靜得一心 你未提出來 你未提出來 他就靜得一心 你未提出來 凡夫在果佈現前 那一筆路 這句佛號 真心念的 沒有夾雜師號 妄念在裏頭 就一聲佛號 信心是真的 願心也是真的 他往生了 佛就接他去了 到紀錄世界 他是尼一心 生十部終嚴討 事故味陀 好為願望 誠不開也 真的不是假的 阿彌陀佛是大願之王 不可思議 下面 念佬又引用 杜卓大師的安樂集 以論十年往生 杜卓 靜忠大德 阿彌陀佛 是他的著作 這部著作 唐朝以後失傳了 在日本 日本人對他們都非常崇敬 中國淨土中的祖師 將他漏了 就是因為他的著作 沒有人見到 現在在日本 又找回來了 黃念祖老居士 和我們說 他是我們靜忠祖師 應該要連入祖師的行列 我們靜土中的第一代 是廬山 院公大師 衛院大師 第二代 應該是 談聯 也是因為著作 找不到 現在都在日本找回來了 第三組 就是 道卓 善道 是第四組 現在我們都認為善道是二組 到現在 印剛大師十三組 我們青海 燕老和尚為十四組 再加他兩個上去 他幾安樂集道說 說這個十年往生 說這個十年往生 予為一營 不惡業為重 以下品人 十年之善 以為輕者 甘當意義較量 輕重之義者 證明在心 在願在決定 是哪裏 這裏 是 柔子 這裏 是 邪不勝正 我們要知道 要相信 他是因此邪不勝正 這裏從因果上講 所以慶重之義 做義慶重 和果報的慶重 都要講心 起心動念 第二個再緣 第三個再決定 不再時至糾緊多少 你造狀無量無邊聚業 無此劫以泥 阿賴耶女頭充滿了 講好難啊好遠啊 道修大師講 不應該這樣講 沒有分多久 這個造作罪業的慶重 他是甚麼心 是甚麼緣 那個業怎麼形成的 你下面就分三小段 來講 第一個 運何在心 為 被人造罪事 自 依止 虛妄顛倒心生 這種是依妄心而生 此甚念者 以前知識方便安慰 文實相發生 就是依實相而生 一實一去 豈得相比 那無得相比 為甚麼 譬如千歲暗失 公約暫至 即便明朗 豈可得然 暗在心 千歲而不去也 是故 為人 摩利 寶經雲 佛告 加涉菩薩 眾生須復 六數千 巨億萬劫 在我欲眾 為罪所福 讓文佛經 一返念善 聚跡消盡也 善命在心 這個道理講得好 以前造作罪業 依止的是妄心 現在我們念佛 消業障 依的是真心 以前造作罪業 是依世間的緣 都是不善的緣 被那些惡元染污了 現在是依善智識 是依大乘經典 這些是善緣 我們懂得邪不勝正 邪雖然多 正雖然少 正 就是正 邪 就是邪 邪 邪 不敵正 這個用在我們現在的社會好 我們對社會生起信心 為什麼 現在這個時代 這個社會 由於媒體發達 是不 知信便捷 大家接觸的 都是殺到淫妄 都是 不孝 不仁 不仁 無知 無禮 無信 無惡 不助 他們的發心 造作罪孽 遇到這個緣 樂園做罪孽 是很嚴重 但是他一念回心 遇到正法 馬上就回頭 馬上就把他放下 轉得很快 就好像 現在 廣東 潮州 黃河道德廣堂 那些在裏面 學的人 他做了四年 學的人不少 那些造作的業很重 時間很長 為何去那裏學七日 就回頭 回頭 而且回頭的百分比佔百分之九十以上 這是什麼 邪不勝正 像這樣的道德講堂 如果在中國每個縣市都有 我們這樣相信 只要半年 中國大陸就是太平盛勢 所有惡人都回頭向善 百分之九十都向善 剩下的幾個 不好意思做壞事 中國做成功了 為世界做榜樣 全世界每個國家每個地區 去中國觀光旅遊 來中國學習道德 那麼我們相信 只要兩三年時間 這個世界就和睦了 不會再有恐怖戰爭 天下太平 地球上的太平盛勢可以出現 這個出現 我相信 能維持一千年 一千年的太平盛勢 靠什麼 靠中國傳統文化 這不是我講的 英國 通印比博士講的 他在晚年 大聲疾呼 要解決 二十一世紀社會問題 這就是現在的社會問題 為何解決 只有中國孔孟學說和大聲佛法 孔孟學說是什麼 孔子講人 人者愛人 己所不用 勿施於人 孟子講義 義是講道理 起心動念 言語造作 都不違背 人情 都不違背 法律 合情 合理 合法 這種叫義 應該做的 要做 不應該做的 不要做 論語道友 夫子之道 忠恕而矣 忠是我們對人 處世 用什麼心 你看忠 忠 心字上面有個忠 不偏 不邪 這種叫忠 五杖 我們處世 前代人家謙 要用忠心 不要偏心 不要用邪姊而邪見 延 書 是要原諒人家的個失 為何 傳統文化 丟了百多年 丟了很多代五六代 所以佛在《無量壽經》裡講 就講現在這個時代 現在的社會 千人不善 不識道德 無有遇者 樹無怪也 這就是忠樹 他做錯了 他犯罪了 要原諒他 為什麼? 沒有人教他 父母沒有教他 祖父母也沒有教過他 曾祖父母也沒有教過他 他都不知道 斷了好幾代 學校的老師也沒有教他 社會不要說 社會是負面的 所以 他生活在這個時代 所接觸到的 全是負面的 殺到淫亡 全是不忠不孝 不仁不義 不仁不義 那怎麼辦? 倘人被了不起 太難得了 將解決的方法 和我們講出來 我們對那些人 要生憐憫心 要用真心對待他 希望他回頭 做個好人 以前做錯了 不怪你 你沒有受過教育 你做壞事是應該的 但是 從今以後 我們學傳統文化 學倫理 道德 因果 聖賢教育 學倫理 你學過幾年 你明白懂了 懂了 懂了 就回頭了 就不會再做了 所有黃河講堂得到的經驗 一百個惡人 七天 聽課 學習 百分之九十回頭了 為什麼? 他明白了 可見得 他本性不壞 人之初性本善 這樣說我們要承認 我們以前在湯池做實驗 得到兩句見論 第一句就是人性本善 是真的不是假的 第二句就是人是教得好的 就是沒有人教 有人教一定教得好 我們那時教了三個月 小鎮都過誤了 不好意思 犯法 不好意思 錯惡 所以我們將這個在聯合國做報告 希望大家重視 教育 倫理道德教育 因果教育 聖賢教育 宗教教育 宗教教育 宗教要回歸教育 每個宗教最初創教都是教育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之後 再向上提升辦中學 講方等 方等經典 八年 八年之後辦大學 十二年 大學是菩薩 大學是菩薩 就是大乘 二十二年 佛講得最多 大成經典差不多全部都流傳到中國來了 到中國用中國字翻譯成中文 就能保存千年萬世 只要學中國文字學的都有能力看得懂 這種載體好和不受時空限制 突破時間可以與古人交流 古人的好事我們直接接受了 我們將來傳遞給後人也要用這種載體 所以文字學要將它找回來 與文字學一齊的聲韻分鼓 這三樣年輕人認真學上一年就學會了 這個基礎就打下去了 健負差點的人最多三年就完成了 四副傳書的鑰匙你就拿到了 四副傳書能幫助你這一生還得到快樂、幸福 我什麼都沒有,命裡沒有 我相信命運,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 我想不到26歲遇到佛法 方老師將佛法介紹給我 和我說 我根據學哲學 她說 釋迦牟尼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家 大成經典是世界哲學的最高峰 學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就給這句話 感動了 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需要 我需要 隔沒多久 我認識張家大師 所以 我的佛學 跟張家大師 哲學 跟方東美先生 張家大師勸我出家 勸我學 我學釋迦牟尼佛 我跟他三年 他老人家過世了 過世之後我真的出家了 出家 他教我的 我向他請教 方老師介紹我大成 介紹我華嚴經 我非常喜歡 我向他請教 佛法裏頭有沒有辦法 讓我們很快正得 他說有 和我說六個字 看得破放得下 放得下 是破煩惱障 煩惱要放下 放下就沒有煩惱了 看得破是破所之障 一切事一切離 萬事萬物 真相明白了 明白點 不再起心動念 不再分別執著 那才重要 所以 宗教要回歸教育 要互相學習 要團結起來 為地球千年成世 做出積極的貢獻 這樣就對了 不單止幫助我們國家 要幫助全世界 中國強大了 我有信心 我的信心百分之百 湯仁比博士說 中國人領導全世界 我在外國的時間多 朋友亦多 有好多人怕 以前他中國人 中國人起來了 怕報仇 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跟他說 中國人如果統治全世界 不是政治 不是軍事 不是科學技術 也不是經濟貿易 是什麼 是群書字要 群書字要 我們大量翻譯 現在已經有八種文字 除了中文之外 有英文日本 英譯的 有泛文 有西班牙文 有德文 有俄羅斯文 有馬來文 有日文 有韓國文 我們希望全世界 每個國家有自己文字的 都有翻譯本 大家一起讀那本書 建立共識 這句也是湯欣比的話 他講 東亞文明 中國是主體 還有三個衛星 韓國 和中國來往三千年 日本 越南 和中國來往二千五百年 這些都屬於 中國傳統文化 這四個國家團結起來 就能領導全世界 所以 全世界的團結 是像中國周朝那種團結方式 這句湯欣比說的 我們能體會得到 周朝是用道德來辦政治 是用倫理 得行 因果教育 聖賢教育 來統治 社會 使 每個人一生 都能像孔子 好像 顏迴 快樂 這叫什麼 幸福人生 他們做到了 人真正一生 幸福快樂 方老師說的 學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就是幸福人生 幸福人生 父子 可意時雜誌 不亦與父 幸福人生 佛法每部經文 最後一句皆大歡喜 幸福人生 幾快樂 我們要不要要啊 我們要個人幸福 要家庭和睦 家和萬時慶 事業順利 社會安定 國家富強 天下太平 要不要要 要快些學中國傳統文化 傳統文化會比我們 絕不講假話 所以我們想 有一天真的會有一天 全世界人 人人手上拿著群書自要 人人都在地址規 感應篇十善頁摘根 這個時候才知道 中國傳統文化的偉大 中國傳統文化的媒力 會帶給世界 我估計千年盛世 這個千年盛世 不是好似以前小地區的全球 整個地球會有千年盛世 認真努力 千年萬世 在老祖宗的福 老祖宗有智慧 有方法 有理念 傳授給我們 我們要將它接受過來 發揚光大 流傳給後世 現在時間到了 我們就學到這裏 中文詞